大家好我是三马小庆 很多人会因为换工作或者换城市之类的 导致这个医保断脚 大家也都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 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医保断脚对于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 大家务必重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广州的陈先生一月份的时候辞职了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三月份找到工作之后才开始正式缴纳医保 中间断脚了一个月 四月份就在这一月 四月份生病住院一共花了四万块 本来它是可以报销三万二的 最后却只报销了五千 陈先生很不服气去这个社保局理论 结果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当地这个医保报销有明文规定 在当月前需连续足额缴费满三个月 才能享受正常的医保报销待遇 否则最高只能报销五千元 也就是说陈先生四月份住院 他必须在去年的十二月到今年的二月 连续缴满三个月的医保 才能享受医保报销 所以咱们来看 这个医保断脚会直接影响我们看病报销的比例 如果当时这位陈先生的医保没有断 按照三级医院的标准 最高能报销80%的比例 他可以直接报销三万二的住院医疗费 自己只需要承担八千元 如果在换工作的时候 一直没有找到新单位 又不想断脚医保的话 可以先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医保 其次还有一个避免财务受损的方法 就是尽早给自己买好医疗险 这样即使在医保断脚的期间生病了 也不用担心医疗费无法报销的问题了 大家好 我是财妈小庆 欢迎关注财妈聊财商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的首页 搜索财妈聊财商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财妈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查看了